前面,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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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县政府为响应国际身心障碍者日 6日在社投国菜市场举办 平等无碍、转动碍 111年度彰化县国际身心障碍者日活动 县长王慧梅表扬县内模范身心障碍者 与模范身心障碍家庭照顾者共计23名 及基优身障补物单位共25个单位 感谢他们为社会带来触动人心的温暖力量 那今天特别透过我们的表扬活动 来赞许我们基优单位的用心 补物以及家庭照顾的一个贡献付出 我也在这边利用机会谢谢 我们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 那虽然身体上有障碍 但是呢一样活出了非常精彩的一个人生 同时呢也要谢谢我们呢 纯德慈善会林诗云理事长 以及赵威实业跟我们所有的理念事 共同捐赠给我们一顶高顶的富康巴士 回馈乡里 借大家掌声赞字的谢谢 能够过得家庭 我很开心就更希望能够造福更多人去 让身心障碍者受到公平的对待 不要受到歧视 只要家长不放弃我们的孩子 不管遭遇到多大的困难 我们的孩子都会有成长的机会 因为他是被判定为中重度自闭症 加智能障碍学习障碍 ADHD就是过动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孩子 但是他现在也可以非常专心 可以稳定就院 在读彰化高中的时候 他的成绩表现也是非常的杰出 所以就是觉得说 我当初勇敢地接纳他 没有被医生吓走 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说法 即使说再来一次的话 我也肯为了这个孩子继续持续 不断地努力学习 王县长肯定基优单位的 用心服务 及家庭照顾者的贡献付出 更敢配身障朋友们 克服身体的障碍 活出精彩人生 更感谢彰化县纯德慈善会 李诗云理事长与昭辉实业 共同捐赠一台高顶富康巴士 回馈乡礼 成为社会良善的力量 公益频道许维珍社头采访报导